粉丝朋友们 我现在很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小辣子被老师批评了 你们肯定想 不上学要被老师批评吗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写作业 老师在那个QQ群里面就 艾特他 点名批评他了 哪些的朋友没有写作业 我给大家看看啊 并且是两次啊 两次 你们知道我当时看到这群里的消息 有多么的生气吗 有多么的气愤吗 这孩子一放假就完全放飞自我了 啥也不管了 他现在在疯狂的赶作业当中 还有多少 把这一面写完 就没有了 嗯 唐元桌子被跳 跳坏了 就是因为他 我桌子就已经坏了 是的 一放假就放松了自己啊 作业也不写 老师又没 老师在那个放那个 伞 那个最后一节课上又没有说 天天要写这个 只是说天天要读书而已 那老师为什么又批评你了呢 不是啊 别都写了 就你没写 有些人是赶的 哼 那别也赶了呀 那别也赶了呀 你都没写 妈妈你知道吗 嗯 我上次好像是有 我问了一个同学 嗯 我问他这个怎么写呀 他说你去抄模范作业呀 抄模范作业 不难擦 自己写 他估计他肯定是抄了对不对 可靠 这个是六年级下册的什么呀 嗯 可以 积累莫写 这就是寒假作业 嗯 把这本做完 每天都要上传在那个科学作业里是吧 每三天 每三天上传一次 嗯 那你现在怎么知道的呢 之前怎么不知道 老师不在群里发了吗 哼 你每天拿手机就不看QQ你的作业 就知道玩游戏 刷视频 然后就被老师批评 你看 赫尼娜没有写作业 批评两次啊 我跟你说 我很生气 哪 你一点都不生气 我很生气 一点都不生气 快点写 多写点 多少页啊有 我看了一个有多少处 看不出来有多少可 后面有个答案 啊 有答案吗 这题 哦 没有答案了 吓死我 我还以为答案 老师 老师基本上 这个老师买的是没有答案的 答案的都在老师呢 看有没有二维码 你看还有一个二维码 扫码听血 他想给我听血吗 什么表情 特别苦 特别苦 特别苦也要喝呀 特别难喝 对你的豆豆有小好处啊 写完了吗 那你拍照上传QQ作业啊 上传完了 数学作业呢 英语作业呢 我也不知道啊 老师最后节课室也没来 就暂时没有 看开家长会那天不不不止啊 妈妈 嗯 这是你家猫 你的宝宝宰在干的事 好 全部咬蛋了算了 咬蛋了算了 咬蛋了正好不用写作业 你敢给他咬吗 不敢 咬蛋了又得重新买一本重新写 那你的崩溃 好好大哭 哈哈